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爱智县的长华市 离我们住的三重县还是蛮近的 平时坐飞机的时候会来这边附近的机场 今天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 那就请他登场 你好 这位是长春先生 大家好 我是住在长华这里的 专门是从事长华烧淘气的海外推广工作的 然后呢 我也姓长 长华的长是一样的 所以非常有桥圆 今天呢 因为云奖和细奖 他们正好来到长华 那我也想带他们去体验一下 我们长华的古都风情街 好 谢谢 那我们就编完 有不懂的就问 谢谢 对 长先生 好 那我们就去吧 好 那首先我们来到了焼饭物三本道 对 中文应该是怎么说的 这里呢 我们因为是一个陶瓷的古都 所以它是陶瓷古都的风情街 风情街 有很长的历史对吧 对 它现在已经有1200年的作陶的历史 1200 是的 非常古老 好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 去看一下 走一走 哇 你看这个好特别 对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第一次看这个 应该你们都猜会出来 其实它呢 是以前长华这里用陶瓷做 它的一个日本的烧酒的罐子 我现在因为都不用了 所以就把这罐子都埋在这里 作为一种装饰 烧酒 那原来里面是放的是酒 对 原来里面放的都是酒 你看这么多 对 前面前面都是 前面前面都是 对 是的 非常有特色 我看到这里叫 天天坡 对 这里它是点点坡 点点坡 对 因为是一个沿着山体 往上走的一个坡 所以为了繁华 都是用这种 这个是繁华的东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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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种组织的 来 刚才我去看一下 这个好像也是这边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对 这里也是很有名的一个景点 图 管 坡 哇 这边 几乎 哇 好特别 这里就是图管坡 右边是刚才那个酒 对 这是烧酒瓶 左边这个是什么东西 对 你们肯定也猜不得到 因为以前 这个更大应该是 对 非常大 也是装 它上去以前是埋在地里面做污水 还有这种电线这种管道 叫图管 所以这里叫图管坡 就是因它而起名的图管 对 所以现在不用了 就这样埋在墙里 埋在墙壁上做一些这种装饰品和支撑 好 那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 长华的特产 茶壶 介绍一位老先生 他是长华这里的无性文化材的保持者 做茶壶非常厉害 哇 好期待啊 对 你好 谢谢你 那这里就是我们这位老先生的工房 哇 好漂亮 这里有很多他做的这个产品 都是他的作品 是的 对 今天听说还可以看一下他工作的这个场景 就是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对 特意邀请我们的老先生 为我们两位上次来表演一下 谢谢 谢谢 好特别 怎么样 厉害 今天这位老先生为我们表演的手法 他是说是给我们表演做水影的手法 水影 这个工历就是要求是越大 好厉害啊 虽然就是现在看起来 拉得非常简单 对对对 拉就成 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手法 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功力 先生 大概一天七年何年左右做了吗 大概一天七年左右做了一个月 一个月七十个 一个月做七十个 那等于 只要手术才能做五十个 长华的茶壶的话呢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他的出水 收水的时候 他是非常能收得很好 就是把茶壶一提起来 水就不会滴下来 哦 取得了 哦 准备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对 对 这里面是招财猫大道 长华招财猫大道 对 这里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来一下吧 这个好可爱哦 好了圆满圆满了 很可爱 吃饭吗 右边 现在我们来到了 的店 可以喝咖啡 还有喝茶 喝茶 然后也有很多茶具 进去楼 欢迎来到长官堂 为了介绍长华烧淘气和茶壶 那也是为了 因为这里离机场也比较近 所以经常有一些游客会过来 那是为了游客们方便了解这些就是长华的淘气和茶壶 那几年前开了这个店 这样子 可以让大家能有一个关篮的地方和坐下来喝杯茶的空间 那我们就参观一下看看 首先我想看一下那边的茶具 对对 我也想看 好漂亮哦 这个你看 上面有花 对 这些茶壶呢 它是以雕刻的一个 对雕刻的大师做的一些就是雕刻壶 在日本和中国受欢迎的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在日本受欢迎的话呢 相对来说是一些比较有手工感 然后是比较朴素的一些 然后在国内的话呢 可能像这种稍微带一点装饰的会更加受人欢迎 豪华的那种 是的 这款是国内的这个紫砂壶 紫砂壶 做一个对比 这样看还蛮不一样的 对非常不一样 但是呢 就是说因为紫砂里面 它有很多种类 那那个紫砂里面的猪泥呢 其实和长华的猪泥是非常相近的 相近的 这个是取景于日本的这个服饰会里面的一张图 作为它的原创 然后再加上了一些就是创意的一些点 这个是上面刻的是吗 对 都是红上面刻上去的 雕刻上去的 雕刻上去 然后再把它烧出来的 那要不要我们去也去拜访一下这位老先生 可以吗 今天正好是对 有这个机会 太好了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刚才这位大师的家里 家里 真的是家里 它有一个号 我们称它叫胡塘 胡塘 胡塘 说那样 对了 现在说了 今天它这边你看有这个正在制作的这个茶壶 还没有烤过的这个壶 是的 壶在雕刻的时候呢 它需要在深胚的上面雕 这个好好玩的 对 这个是那个烧完后的成品 对 两个对比一下就知道它这个颜色还是蛮不一样的 对 一个是它的这个颜色和光泽 另外呢就是它的大小 因为它这个生胚会收敷 那它这个烤完之后就变成这个大小 是的 大小就是这个大小 今天而且我们特别可以看一下 就是大师在这边 他正在雕刻这个虎的 虎 应该是虎吧 对 现在都在雕今天的这个生肖虎 生肖虎 可以看到吗 对 现在都在雕刻的时候呢 对 很好 谢谢 因为雕刻的时候呢 它稍微刻坏一点就有可能不能再修复了 所以就是非常这个就是非常需要它的一个经验 所以它就是一笔就是上去 而且速度非常快 下描きをしてから录るっていう感じなん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 まずデッサイしてから 对 这一笔就在一笔上去 对 就在一笔上去 对 这样是 对 就在一笔上去 对 就在一笔上去 对 就在一笔上去 很好看 对 就在一笔上去 最终段階的 途上去做的 所以就很漂亮 中间也很有那个历史的感觉 对啊 好 那今天玩了一天在长华 对 看了我们 最后是在大师的家里 家里面结束这个视频 对 非常愉快 对对 没想到 因为我们平时坐在三重线嘛 不知道长华还有这么多的景点 还有这么多的历史啊 就以后觉得还是想来 还想来 大家如果没有来过的话 推荐大家来 这边玩 然后Tsuneharu-san的 刚才的这个茶馆 也可以来看 欢迎大家 没有事情的时候 可以过来喝个茶 喝个茶 对 然后了解一下 好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